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你可以找你有興趣的 然後我習慣是那個瀏覽次數多的 表示大家比較有興趣的 有沒有 你可以排序一下 哪個大家最有興趣的 好像是這個啦 就是流感的接種名單 那這有CSV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調查一下 有關那個臺南流感相關的 那個接種合約的那個什麼 說這個不知道 這個OK 那如果你假設這些相關的 甚至是你對旅遊比較興趣的話 這邊有相關的景點 或許也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但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CSV有 好 也許這個OK 點擊它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要 因為臺南其實說 好玩地方也蠻多的 那到底哪一些地方 那個開放資料有提供的 我看一下它提供哪些欄位 它提供這麼多欄位 有沒有 包含就是說 這應該是經緯度吧 這它的名稱 它的一些簡介吧 然後等等的 這些欄位 當然不是每個欄位都需要 那哪一個資料是我們可以用的 基本上你可以盡量找那個CSV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CSV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它這個CSV 就會被下載下來 有沒有 就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開來了 不過可能要注意幾個問題喔 有的時候你打開的時候會是亂碼 比如我看一下 這會是亂碼 點開來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 有的不會亂碼 像我們練習的這個是沒有亂碼 但是有一些會是亂碼 像這個是沒有亂碼 它提供的這些資料 你們可以再去分析一下 比如說 它這邊有區對不對 哪一區的景點最多等等的 或者相關的這邊資料 看要怎麼應用 延伸部分請各位 自己再去思考 也許抓幾個題目吧 然後自己再把幾個題目的 那個欄位產生 然後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插入黏的部分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所以特別注意我剛剛做的動作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記錄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參考的話 在我的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單元 這邊有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這邊我就把那個 應該是第十三頁的地方 這邊就有插入黏 就剛剛我們錄的第一段 所以錄的第一段錄完之後 我上面加注解 有沒有發現 注解 那注解完之後的話 我才去做精檢 就是說因為你會發現 雖然有五個步驟 但實際上可以精檢 蠻多的有沒有 本來城市大概幾行 二 四 六 八行對不對 那我把它精檢完之後 其實只剩四行 所以只剩一半 而且程式少太多了 有沒有發現 那實際上結果一不一樣 其實RUN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程式越少 當然看起來越舒服 沒有人喜歡看了一大堆程式 有沒有 如果精檢之後發現 哇 原來是這麼簡單 所以呢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第一欄插入一欄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不會寫這個程式的話 其實錄完之後你就馬上 大概知道怎麼寫了 然後把年放在 D1的儲存格 把這個公式放在 D2儲存格 然後向下填滿 所以我們RUN的話 我就把它刪掉一下 如果你要執行程式 除了說你可以直接 按上面這邊執行之外 我教各位 如果你將來 除了說上方直接執行之外 我建議如果你是初學者 可能還要再學一個功能 就是F8 偵錯裡面有一個叫F8 如果我們這邊電腦 可能會需要多按一個方選鍵 在左下角有一個Fn Fn的話 它就是 如果你要按上方的F8 你可能要先按出Fn 才能按那個方選鍵 筆電比較麻煩 一般的鍵盤比較沒這個問題 那它就可以怎麼樣 主行 什麼叫主行 它可以讓你一行一行 慢動作去跑這個程式 所以我按給各位看 按方旋鍵加F8 有沒有發現 我按一下它跑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要執行這一行 按方旋鍵加F8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觀察一下 這一行如果被執行的話 那你的後面這邊 是不是多了一個空白 有沒有 所以它這個執行完之後 這邊就做一個動作了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要按F8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個VBA浮動在上面 然後逐航去觀察 來寫 那這樣寫程式基本上 就會滿直覺的 而且就會知道你到底要 你做的動作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如果錯的話 可以馬上修正 它其實是可以馬上修正的 這裡一樣把黏有沒有 放在D1裡面 所以Fn 然後按住 然後F8 OK 所以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黏這個字喔 就被丟到D1出身格了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把公式放進去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公式就被丟進去了 那你可以點這邊一下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喔 老師不對 為什麼它這邊是顯示這樣 那我們這邊錄製的是顯示成這樣 那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跟各位講 沒有差別 反正最後結果 把這個輸入之後的結果 看到就會長這樣 那你說老師 可是為什麼它這邊是什麼 R C 負1 這什麼我看不懂 跟各位講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這個R指的是列 C的話指的是藍 那如果呢 R跟C後面 有個中瓜糊的話 那假設這個中瓜糊的 這個數字喔 如果假設是負的話 如果C指的是藍 負的話指的是左邊藍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如果 不過這不好理解啦 我是建議如果你假設 以後 這邊如果是什麼R R多少C多少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看得懂的 這個公式就OK了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用R、C來表示 相對位置 其實真的很不好理解 你乾脆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有什麼差別 我來試一下 其實沒有差別啦 最後結果輸出應該都一樣的 然後把這個程式倒車一下 其實VBA我覺得它的 儲出環境還蠻好 它可以倒車 那你可以知道 這個箭頭往上拉 它可以倒車 我把它改過之後 我再讓它跑一次 一樣 FN加F8 F8足夯 有沒有發現 它Rong之後 這一個程式一樣 有沒有 一樣丟進去了 那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理解什麼R R多少C多少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把公式裡面 填入你看得懂的公式 其實就可以了啦 OK 那底下的話就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的話 針對那個D2儲存格有沒有 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就AutoFill 自動填滿 那填滿到哪裡的範圍 就是D2 我這邊是3526 我看到3526是不是 因為我之前的範圍 沒有3526 它可能跑到3526底下好像還有 應該3569才對 所以如果範圍不對的話 你可能要改一下 35 應該是669 這邊改一下 不過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好像 如果我範圍如果資料增加 但是我如果錄製的時候 它範圍跑那邊 那怎麼辦 那將來你可能要改一下 多增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就是讓它自己去追蹤 到底最下面那一列 是哪一列 不過目前我覺得 先不要寫那麼複雜啦 我們就先 先照原來錄製的東西 就OK啦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建議各位 將來如果假設你要 慢慢的去了解城市到底寫了什麼東西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利用那個 這個VBA裡面有沒有 這邊有個叫組航 這個組航功能其實蠻好用的 如果你按那個F8 它可以慢慢去把城市跑過一遍 好那接下來後面我們其實還有兩欄啦 因為我們第一欄搞定了 再來就是區跟路接道 那你說老師那區跟路接道 如果假設我不想要重寫的話 我可不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其實是可以的 我把這個資料 這個工作板先複製一個好了 Ctrl鍵拖拉 這個先保留一下 我把這個區跟路接道先刪掉好了 OK 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 這邊一樣啦 就是沒有區嘛 可是沒有區 那我假設要 想要讓它增加一個叫插入區的一個 一個一個城市的話 那當然幾個方法 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路制的 當然也可以啦 可是其實你可以想 這個好像有一些步驟都一樣 所以比較聰明的做法 是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這個插入年的這個SARP城市 把它複製一下 直接乾脆貼到它的下方 直接改什麼 改人叫插入區不就好了 是的 有點快 很好